熊二熊三飞弹将迈入量产阶段 如今就连熊生飞弹灭杀也被揭开 其实就是地对地的巡异飞弹 数量方面虽然不能透露 但根据国防部报告指出 这熊生飞弹将与熊二共用生产线 合计连厂能将从81枚提升到131枚 因为根据国防部资料显示 这熊生巡异飞弹射程 在1000到1200公里之间 除了大陆沿岸的军事设施 政经中枢也在熊生的射程范围当中 可以替我们的防空单位 争取更多的一个防卫的众生 此外因应外来军事威胁 中科院飞弹量产厂房也将在6月底完工 到时候包括熊丰三型飞弹量产能 将从20枚拉到70枚 天空三型飞弹48枚变成96枚 渐二更将从40枚倍数成长到150枚 随着量产即将进入高峰 距离我军打造刺猬岛的防卫构想 也越来越近 TVBS应用于崔松群花哨平叶风伟 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